水情持续吃紧的基隆降雨量不如预期 水情提醒从绿灯转为黄灯 许多社区都实施时段停水或减压供水 台水公司也紧急调度了全台水车来支援 但目前还无法确定水情何时会改善 也提醒民众要做好长期抗旱准备 早上八点不到来自全台各地的水车 聚集在基隆新山进水场排队等加水 因为基隆旱向未解 台水公司召集各地的水车 甚至远从台南高雄运辅 以立在基隆社区增设取水站支援基隆抗旱 像有宜兰的然后台南的 今天都来我们这边从法社区这边支援送水 你们是从屏东上来的 高雄 高雄已经来几天了 几天 平均一辆车子加满需要花20分钟的时间 再把水送到每个社区 一天大概要执行四趟任务 不过基隆向弄错综复杂 从中南部支援的水车 其实很容易迷路 台水特地指派水车人员提高送水效率 目前国军有50辆的水车支援 那自来水公司的部分 那有48部 除了台水公司的水车之外 国军还有民间企业也投入了抗旱作业 台水公司表示 现在已经尽全力在开发水源 也呼吁民众供体时间解约用水 就用蔡志恒最终报道